好可愛喔 那個就是如果大家還對這首歌沒有那麼了解的話 我稍微講解一下 然後剛好是在成品這個地方 我覺得還蠻有那個寓意的 就反正Black Panther的中文就是黑豹 然後其實黑豹是我的一個力量動物 就是我的動物圖童你知道嗎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在某間成品 然後坐在那邊然後坐在那個 心靈類還是什麼的就在那邊看 然後想說 等下拉媽這本為老子為佐教的歌曲 然後就看到一本書寫了什麼 來自什麼什麼宇宙還是什麼東西 寫什麼動物圖童 搞不好等下可以 等下結果那本書要買光 結果我就找了 找到那本書 然後後來我就回家做了一個明顯的過程 然後找到了這個動物 到後來我第二張專輯的時候 出來之前我就把我公司取名叫 黑豹報工作室 然後 在那之後我就有點想要做一個作品來 對他致敬 對這個力量動物 那為什麼要對他致敬的原因 是因為在寫歌的過程跟你們剛剛唱的那個歌詞啊 其實他後來不知道你們有看過MV 但沒有看過的話 今天可能會去看 其實小時候我是一個小胖弟子 就是胖胖的這樣 然後就會對自己覺得說 唉唷我長大了應該就OK了 就沒有關係了 小時候的創長就過了 可是其實他是不會過的 然後有現在手機很發達 所以大家都會有容貌交流 然後都會覺得 啊我變胖了 啊我變帥了 欸 變漂亮了這樣 或是 每天都會檢視自己的樣子 人人都是網紅這樣 然後 就會有更多對自己的不滿 跟不完美 可是這首歌想給大家 告訴大家的事情 其實是 我在MV裡面對著 一個長得跟我小時候 一模一樣的胖弟弟 他吃著炸雞 然後我對他唱歌跟他說 原諒自己吧別害怕 其實 小朋友的那個小小孩的樣子 是最純真的樣子 他不需要 被 就是 我覺得 如果你身上有帶著這樣的 過去的話 我覺得 你唱完這首歌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 慢慢釋放 然後 原諒自己吧別害怕 其實受你現在的自己 才是 一個非常勇敢的行為 分享給大家 這是OK 那個水離我好遠 雷聲鎖 你看 接到 要喝個水 放得回去 OK 這表演出 看看 皮有皮 一連真龍 蛋有皮 不知道大家剛剛今天有沒有在 那個外面的草原 走一走 有沒有看到夕陽 現在只有我們跟夕陽的 Rain Date 我們怎麼都知道 哈哈哈哈 想一起唱也可以一起唱 這個 限定 1